金牌大間諜 金牌大間諜 健康不累贅 我說小辣 可以告訴我你在幹嘛嗎 我在做健 肥 操 算是醫生不是有教嗎 而且老大 你看一下你的鮪魚肚 我看看 油脂豐厚 這體質呢一定是大爆表 趕快來跟我一起 減肥 肚子 動 快 好嗎 快 冷靜 冷靜 俗話說得好 君子不重則不畏 血則不顧 而且我聽說 光吃肉就可以減肥了 運動那麼累幹什麼 更好人家說 我肉肉看起來比較好看 哎呦 騙你的人還真多耶 但是根據我的調查 你知道嗎 有一個女生她才27歲 因為愛吃甜食 就得了糖尿病 還有人聽信網路偏方 瘋狂吃肉減肥 最後怎麼樣 終生息腎 妳看吧 減了下腸不是見得好 你不減更慘 有一個男生才30歲 因為體脂過高 最後怎麼樣 有沒有 心肌梗塞 挖點了 那 挖了個馬 那該怎麼辦 別急 今天的減脂情報 我都翻箱子裡了 我們趕快去惠宗專家 看一下我們今天的 減脂的危機情報 走 歡迎所有的好朋友 來到金牌大間諜 你還在斤斤計較 你的體重肌上面的數字嗎 錯 首先歡迎 今天與我們討論 體脂肪相關問題的 金牌癲合醫師團 以及七位金牌陪診團 像大家之前在網路窗 都看到一則 就是說我們的廉家大公子 聖文先生跟 我們的NBA球星林書豪 身高體重都一模一樣 可是 為什麼兩個看起來差這麼多 其實就差在他的那個 肌肉量跟脂肪的比例不同 我們來看第一個 健康情報的情報箱 好 裡面拿出來是 一公斤的瘦肉 還有一公斤的肥肉 但我想小辣學姐的意思 應該是要教我們做 不是 你會賣菜是不是 不是 這一公斤的瘦肉跟肥肉 可是大有來頭 它其實就代表著 我們身上有一個瘦肉跟肥肉 對不對 如果這些肉要長在你身上 你會選擇什麼 你會選擇瘦的還肥的 肥的 哪 我才有事 肥的長這樣 肥的真的比較好吃 但長在身上 我們通常都會選擇瘦的對不對 但可怕就是 你希望長的是瘦肉 但長出來是這個肥肉 它代表就是我們的體脂 那多久會累積成這樣子呢 像你這樣子 你知道你累積幾年了嗎 50年了吧 沒有 大概20年左右 真的啊 20年 我30歲以前很瘦的 但是這就代表我們的體脂 有的時候你可能 對你身體不是很了解 像我也覺得 我全身都應該是瘦肉 說不定我的體脂是很高的 那到底體脂的狀況怎麼樣 神醫師 這是我們的體脂肌 我們其實平常看的體重呢 是真的瘦就是瘦嗎 也不見得 我們要沾上去體脂肌來看看 我們真正身體的體脂肪 到底是有多少呢 廢話不多說 那我們就 聽你嗎 手這樣打直 手打直 對 手打直這樣子 我們看一下 他會看到我的體脂率 還有我身體的 體年齡 然後還有年紀除代謝率 體重90啊 哇 我本來小說過方便 公布你的體重 體脂率有點高 就是以男生的話 這個年齡 應該要多25以下 以年紀的話 其實應該是25以內 那體脂率的話 其實真的有點偏高 體年齡還算可以 就是有點 比實際年齡再高一點點 BMI28有點高 通常我們30歲以前 我們希望男生的體脂 是在20以下 因為女生本來脂肪 就比較高一點荷爾蒙的關係 所以女生是希望在25以下 25 但當然啊 如果你30歲以上的話 喔 有分年齡 30歲以上的話 對 男生基本上可以容忍到25 那女生可以容忍到30 真的嗎 對 之前就有一個 30歲出頭的年輕媽媽 那我每次看她來 她都很恩愛嘛 夫妻都一起來 然後有一陣子 我就突然都沒有看到她老公 我就想說 欸 妳老公最近怎麼都沒有來 她就說她上個月的時候 有一天早上接到她老公的電話 然後她老公跟她說 她頭很痛 在東南亞的台上 她說頭很痛很痛很痛 她想說還好吧 因為她老公就是 年輕看起來都瘦瘦了 30歲出頭看起來瘦瘦的 她想說沒什麼事 你頭痛 吃個頭痛藥就好了 結果沒想到 到翔天下午 她就接到了她老公的 頭痛跟病危 這是不是會不會太快了 發生什麼事情 後來證實就是 腦出血腦中風 那因為她本來瘦 所以她平常完全沒有在 沒有想過她可能會有 這些體脂血壓的問題 體重輕不一定代表體脂就低 常常體重輕體 她沒有連 她沒有絕對關係 對 沒有絕對關係 這樣子喔 對 那我為什麼那麼高 她體型就瘦瘦了 那我體型 意外的是晨曦 晨曦你看她瘦瘦的 她體型有到26 26.27 妮雅倫長這麼高才25 我今天量我很開心 我以前 因為我今年3月才開始運動 我以前量都是30 30 妳什麼時候這樣下來的 上次量什麼時候 半年前 上次量 我就沒有 後來中間就沒有量 可是我前兩禮拜 去養生會館推拿的時候 她幫我量還是29 今天量25 好啦 各位 就是機器壞了 就是我這半年的運動 可能有一點用 我們五個人 我28.5 妳26.3 第二名 我第一名妳第二名 妳第三名 韋如23.9 對不對 我滿低的 妳有在運動嗎 這算標準嗎 23.9 對啊 妳這個身高外型條件來說 對 標準的 超標準 潘若迪 8 像這麼低的體脂是好的嗎 其實瘦真的很好嘛 但不全然是瘦是OK 但是太過於瘦 其實體脂率太低也是不好 因為其實我們身體 非常多細胞 還有最主要 我們非常多荷蒙 男性荷蒙 女性荷蒙 還有體內非常非常多荷蒙 都需要脂肪才會形成的 所以過低的時候 其實會導致一個 內分泌失調 也會導致男女生 都有一個不孕的情況 像之前一個急診 有遇過就是 一個年輕女生 很瘦 大概走30幾公斤 26.7.30 她差不多快40公斤左右 很瘦很瘦 然後送完急診 她就是摩托車擦狀而已 可是一般的擦狀就是小擦傷 但她來的時候 就乾皮破裂 為什麼呢 乾皮破裂 對 因為我們剛剛裡面有量到 我們剛剛體脂率有量到一個 裡面的內臟脂肪 內臟脂肪其實有一部分的作用 是在保護我們的器官 所以過瘦的人 其實我們會有一個游離腎 或游離的器官 因為它其實外面少了一層保護 所以一般嚴重碰撞的時候 其實我們脂肪是一個保護的狀態 過多當然是不好 但過少其實它是沒有保護 所以它其實一般人碰撞 可能就是擦傷 但它碰撞就是乾皮破裂 那你以妳看我是不是保護得好 你保護得非常的好 8% 對 因為原則8%是不是太低了 其實算是低的 而且其實有時候太瘦的時候 那皮膚的光澤也會比較沒有 我上個禮拜好像是12 今天變8了 變低 因為它其實會隨著我們運動 運動它其實硬是 它就會一直有在互動 我從3到7到8到12 難怪 這算太低了吧 我以前 我跟妳講 我以前就是10塊腹肌的時候 就是體脂只有3 3 對 就是3 那現在因為妳也知道 年紀大了 現在幾塊 會冷 會冷 聽說什麼冷 妳說什麼冷 什麼會冷 妳說體脂不夠高水會冷 對 慢慢開始 我發現我過了大概48歲之後 才發現開始會冷 真的啊 那妳的月子要做好嗎 妳老婆在做的時候 跟一塊做 調體質 有 做了我也喝了 中醬湯我都喝了好不好 其實大家一直在追求體脂肪要降低 我覺得非常的危險 像我手邊就有兩個案例 第一個是個女生的案例 她來找我看的是要調精 她跟我說她月經兩年沒來了 她才二十幾歲 兩年沒來 她跟我說是不是更年紀快到了 對 疑問之下才知道說 她以前稍微胖了一點點 她為了要減重 中午過後不吃午餐 只吃青菜 過午不食 對 晚上只吃水果 喝水 餓肚子去睡覺 他們家住在二十幾層樓 下班回家爬樓梯上去 每天就這樣很努力的在節食 努力的在運動 結果到有一天突然月經就沒來了 她的賣相變得非常非常的弱 你知道人體會有保護機制 當你遇到飢荒的時候怎麼辦 一些不重要的功能先把它排除掉 像月經就讓它排除掉 人家活命 月經就停掉了 後來怎麼治療她呢 我就要吃巧克力 巧克力 她吃了兩個禮拜月經就Pro就來了 Pro就來了 妳都有這樣子多秀 她的吃了兩個 哇 真的 她那個情供就是這樣 一下子就來了 非常快 所以代表說她的能量真的太低了 大家男生會覺得說 男生沒有月經沒關係 但我有一個病人大概三十幾歲 她已經瘦下來 瘦得非常成功 體脂大概十幾上下而已 她每天還是很努力的去運動 努力的在節食 不管有氧無氧都在做 結果發現有一天她來跟我調 她跟我說她手腳冰冷 一般男生怎麼會手腳冰冷 不要比我幹 熱的 惹的 好惹的 真的耶 我學習啊 很好 我很健康 沒有 有時候手腳的熱 老闆哥的 老闆 懂了吧 蛤 懂了吧 後來她更嚴重的問題是什麼 她說了手腳冰冷 然後她發現她床上的事情 沒辦法使上力 因為她真的 這句話要負責任 我跟你講 因為她也努力運動 能量又降低的話 身體真的會有保護機制 把那些比較不重要的東西先關掉 真的喔 像這種犯罪的工具 她就把它關起來了 所以她那個標準的範圍 大概在多少數據 低的話其實我建議 她講是高標 那低標呢 女生的話 女生大概20歲左右 最低最低要在20以上 更能低於20 對 那如果說大概四五十歲 盡量要在28以上 28到30之間 OK 你OK啦 女生 我OK 你OK啦 其實 男生要少5 是我不OK 我知道 男生要少5 所以男生至少 至少要在20%左右 會比較剛好 20啊 對 太低也不好 其實很多女生 如果體脂率掉過一層 低於14以下的女生 很容易就會受到衝破 很多女生瘦身 最怕怎麼受到衝破 我可以補充一下 什麼叫皮脂 皮脂率就是 脂肪佔你體重的比例多少 譬如說成哥90公斤 假設他的體脂率是30 你可以90乘以30 多少 27公斤 你載著27公斤的脂肪在你身上 譬如說潘老師 他就可以把他的體重 乘以大概8% 大概就帶多少脂肪 你可以想像就是說 體脂很低的就是那種雞胸肉 有沒有 雞胸肉全部都是雞肉 沒有什麼油脂 然後那個體脂很高 就是那種五花肉 有沒有想過 那就是那種全部那個就是五花肉 五花肉 他跟我們那個體脂劑 為什麼可以一站上去就知道 脂肪跟我們的蛋白質導電度 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上去握著那個的時候 他根據你脂肪的那些導電度 去測出你脂肪在你身上大概多少 這個非常重要 我們以前我們醫生比較喜歡用 BMI 叫身體質量質素 BMI跟體脂劑是不一樣的東西 BMI是我們只要 體重跟身高 體重出於身高 平方 比如說我一點是180公斤 1.8的平方 體重出於這個就出來了 林書豪跟連勝文 如果他體重身高差不多 他們算出來BMI是一致的 我們只要自己算 每個都可以算出你們BMI多少 可是我們後來發現沒有用 因為我們需要的是脂肪的比例 低體脂不見得好 對人體或許也是有害的對不對 但是大部分人是高體脂 對啦 高體脂當然會對自己 帶來哪些的健康危機 今天好好的了解一下 早期大家都知道 以前懷孕大家很輕易的 15 20 30 40公斤 大家都覺得不為過 大家覺得一人吃兩人補 所以一懷孕媽媽就瘋狂的補 其實這幾年我們慢慢發現說 其實體脂率跟體重肥胖 其實有非常大的關聯性 你越胖的時候 其實媽媽負擔也變大 寶寶負擔也變大 後續伴隨著什麼 有可能早餐 寶寶可能會有危險 媽媽本身會有高血壓 糖尿病 認神高血 認神糖尿 都會伴隨來的問題 像之前我有一個媽媽 20歲 她那時候很年輕 她那時候很不能接受說 她就是很短時間內胖了非常的多 她那時候就開始有呈現 就是不吃的狀態 可是這樣的話是非常的不好 後來慢慢慢慢 因家人的引導 她有慢慢開始吃 孕成的中期的時候 她開始也吃太多的甜食等等 她開始體重就飆高了 孕婦還是要忌口的 雖然說有鼓勵 她還是就是適當的進食 體重飆高 後來伴隨什麼 她那時候就開始有認神糖尿 我們就跟她說 媽媽妳有吃太多了 認神糖尿會怎麼樣 認神糖尿的話其實身材完 媽媽其實在五年內 罹患糖尿病的風險 是比一半人高速一倍 真的 對 而且懷孕過程中 所以這個不需要 有什麼家族病是不需要 當然家族病水是一個非常大的因素 因為媽媽如果本身家族 有家族性高血壓 其實罹患高血壓的風險性 相對也比較高 糖尿病她基本上不需要家族遺傳 妳這樣做太多 也會 當然會 她如果說家族本身的家族性遺傳 她會在懷孕過程會引發 對 因為我們其實在懷孕過程中 我們血流量變大的時候 其實我們身體會有些變化 所以我們身體胰島素的分泌會變多 所以它其實會增加我們的 腎臟的負擔等等 所以它會誘發 它會誘發起來 後來媽媽到後期的時候 因為飲食體重飆得太快 胖了大概快二十幾公斤 快三十公斤 那時候媽媽體重過高的時候 對 媽媽就後來那時候 呈現了高血壓 然後蛋白尿等等 就會出現指定前症 後來媽媽很順利寶寶生下來 但是寶寶生出來就非常的大隻 生出來大概快四千公克 就是大隻寶寶 後續追蹤媽媽後期就變成 永久性的糖尿病了 就是因為在懷孕的過程中 體重沒有控制 永久性的 終身型的糖尿病 因為有些人其實懷孕過後 生產後它會恢復 像高血壓 糖尿病 它會再生產後回來 但是後續需要密切追蹤 有些人其實就高血壓 後來也就都沒有回來了 所以就變成之後就是變慢性疾病 胖的那個距離 大概在十公斤到十五公斤之內 還算可以接受對不對 對 但是其實 姨媽媽的身高跟體重 如果你本身BMI是偏低的人 當然你的空間就更大 所以我們其實都抓在0.2到0.0 所以一個月內 其實大概抓 其實是最好 所以現在很多我們圈內很多藝人 大家都知道很多胖 只有五公斤 其實當然是控制得非常好 但我們希望說正常的胖是OK的 其實不要太過分 因為你太攝取不夠的養分的時候 其實就想過瘦 其實飽飽養分也不夠 像我之前有個媽媽也是 她就是因為她不能接受她變胖 那她不吃怎麼辦 吃完就催吐 吃完就催吐 我跟媽媽說 懷孕變胖就是一個過程 這是不可避免的 後來就是因為家人也一直帶她來 中間好幾次因為催吐 因為就是電解質不平衡 不吃 完全都不吃 在家裡暈倒 被急診送過來非常多次 所以孩子 她肚子裡面的孩子 會因為媽媽催吐了 持久不到營養嗎 會 當然會 所以寶寶那時候 在中期的時候就只有產成吃吃 寶寶就相對非常非常的小 後來很幸運寶寶產下來的時候 是有足月產下來 但是體重非常的輕 因為其實如果營養不良 其實寶寶會有一些中樞神經的一些問題 都會導致 所以其實媽媽攝取很重要 就身體要顧 就是身形很重要沒有錯 就是女生很在意自己的身材 但是懷孕適當的體重增加是OK的 但是也不要過度 因為太過度其實 不是只有懷孕過程會有問題 產後如果沒有瘦回來 其實後面還是有很多 另外的肥胖的問題 其實在減重的過程當中 或者是說在控制身體的部分 其實不要一昧的要求這個體重 我們要重視的是身體的脂肪 那麼身體的脂肪 其實會存在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血脂 第二個部分是內臟脂肪 再來就是妳的體脂肪 那我們看得到的就是妳的體脂肪 血脂 內臟脂肪 體脂肪 對 沒錯 另外一個內臟脂肪可以判斷的 就是看 肚子 肚子 超級瘦防彈咖啡 吃錯可能賠了性命 有人每天早上喝一杯 一個月可以瘦三公斤 防彈咖啡 這個喔 這是短期 而且要有醫師在監控之下 會比較安全 長期的一些副作用 有可能會有生命 來 大間諜 肚子的大小可以判斷說妳 內臟脂肪的高低 不用車了 來不及 不要來不及 我撐不住了 好痛喔 我撐得好辛苦喔 如果說妳是血脂調控的問題 妳可能就算控制飲食 妳血脂還是偏高 一直代表就是說 妳從血液裡面的脂肪 要透過身體的 這個吸收的過程是有問題 所以妳血脂會飆高 這個問題就是會導致 妳容易造成一些腦部 或是心血管的問題 像我有一個案例 就是她是 30出頭歲的一個年輕的男生 他本來身體都很健康 但是因為他 後來應該是做 類似像商務導遊的工作 他必須要常常去應酬 他在半年之內爬了8公斤 後來他就引發了高血壓 高血脂 後來他突然間有一天晚上 在家裡的廁所暈倒 然後就沒有再起來了 蛤 就沒有再起來了 就不去了 因為他平常就是有血脂跟 高血壓的問題 其實我們就發現 台灣有這樣子的案例非常多 而且這種就是發生猝死的機率非常高 而且通常 倒下去再起來的機率是很低的 蛤 台灣洗腎一年花了483億 大概你們每繳的一塊錢 每繳的健保十塊錢 就有一塊花在洗腎 洗腎有一半的病人都是 剛剛講糖尿病 有一個叫糖尿病前期 那叫代謝症候群 代謝症候群有五個條件 其實誠哥已經符合一個 只要三個就叫做代謝症候群 代謝症候群將來就會走到要糖尿病 他糖尿病前來可能就要死腎 對 我要珍惜我們下子的日子 路一集 手一集 你呢 你呢 好好看 太誠的 薇如 路一集 手一集 薇如 我會想你了 到時候要來看我 我會的 不要那麼激動 不要那麼激動 脂肪都會堆積在同一個地方 叫我們的腹部 所以我們後來代謝症候群就有一個 我今天即使沒有那一台機器對不對 我們就來 如果女生大於80公分 男生大於90公分 就符合代謝症候群 其中的一個條件 還有我們的血壓高於130 還有我們的血糖高於100 低於126 126叫糖尿病 100叫做空腹血糖100是 正常值應該100以下 血糖已經偏高了 這又其中一個 所以這個要抽血才知道 還有一個好的膽固醇過低 好的膽固醇我們講 這個也要抽血才知道 對 三酸甘油脂過高 這五個條件 其實你會發現都是 只要中三樣 那就是糖尿病的準候選人 那很多都是要靠抽血 你唯一可以控制 其實我覺得很準 你這些三高跑出來 血壓什麼那個抽血 其實表現在你身體就是你的肚子 所以要記得要量腹圍 我準備了一個這個 最標準是要整個脫掉 脫掉完之後那個要 把刺刺拉起來 其實是 輕鬆 很輕鬆的站立 長骨的上緣 還有一個骨頭 這叫肋骨的下緣 剛好是它中 我們肋骨 硬硬的這叫肋骨 這個叫長骨有沒有 我們剛好在兩個中間 吐氣這一塊 就肚臍 我大概在肚臍那個範圍 標準是說在吐氣的最後一秒 What 那很大 不是吸氣 在吐氣準備要吸氣 那時候量才是一個標準 在你人生吐氣的最後一秒 像呼吸吸氣吐氣 我們自然吸氣吐氣 吐氣 吐 你在說 吐氣 有土嗎 土啊 我土啦 在土到最後一秒 那時候會最大 大概在100到101公分 100 超過了 對 才快要194公分 豬肉 下一票我請你示範 來 想吃什麼跟我說 我請你吃九尾飯嘛 不要 你先走 你先走 相信我 當你練肌肉的時候 肌肉上升的時候 脂肪就下降了 所以體脂育要下降 就是要記得要運動 其實我父親他一直 退伍以後就從75公斤 去胖胖胖 間接的胖胖胖 胖到現在大概100左右 之前有破100 後來就發現他肚子越來越大 可是他一直在 都有定期做健康檢查 然後他每天游泳 可是他每天游泳的這個契機 是因為醫生跟他講 你有三高的危險 然後就希望他調整飲食 或是叫他戒菸 或是運動 他就選擇運動 可是他每天去游 而且認真的游 但他並沒有瘦下來 他說我是在養生 我不是健身 我也不是瘦身 那他的數據也就變正常 我們也不敢說什麼 可是後來發現 他這個吃飯暴飲暴食 然後肚子很大 導致他胃食道逆流 所以他的這個症狀 讓他現在開始懂得 吃飯不要吃這麼飽 然後吃飽之後 他現在沒事 一直會在家裡繞圈圈走30分鐘 醫生有提醒他 就是不要他吃完就坐下 因為你坐下就瘫在那 你一樣是看電視聽新聞 你何不走一下 他這40幾天 改善了這個生活習慣 他就瘦了大概4 5公斤 喔 就這樣 腰圍有比較小 然後他有改善他 餵食道逆流這個 最明顯的問題 那個Joy聽說他就是一個 你不要看他這樣子 你多高 186 186 你相不相信 他在高中的時候 怎麼可能 是遺傳病史 還是你自己的 家裡本身就有遺傳病史 然後這樣自己的放縱 因為我在17歲高三那一年 因為念書嘛 是個胖子嗎 對 110公斤 喔 胖喔 然後我永遠記得 我體脂肪那個數字 33 哇 加上家裡有高血壓的病史 所以那個時候常常 坐下來的時候 站起來你就頭暈 欸 對 而且走路就會喘 而且很明顯 負擔感很重 對 很明顯感受到 你的心臟是不舒服的 因為現在自己瘦下來 所以你感受到心臟很活躍在跳動 可是那個時候你回想起來 你會知道 喔 它是有卡卡的 你心臟走走 你心臟走走 會休息一下 然後再走 對 對 我就聽她講說心臟懶得跳 欸 對 心臟懶得跳就走啦 懶得跳 高低值呢 真的是萬病之首 對不對 但是過低過高 我想都有健康的危害 看來這體態維持在正確的 範圍數據當中 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來看看我們這邊情報員 好 第二個 情報箱 哇 健康情報箱來的第二個 各位看好了 茶吃 小辣學姐超貼心的 幫你準備下午茶 這什麼意思 下午茶來太早了吧 你要加糖嗎 還是要加奶油 這是椰子油 這是奶油 全部都要加進去 真的假的 這是現在網路最夯的 防彈咖啡 有人每天早上喝一杯 一個月可以瘦3公斤 防彈咖啡 你就這樣每個月都會瘦 喝這個瘦真的假的 醫生說的才算數對不對 不然喝錯了 瘦不成 瘦不成的命都喝掉 我們想說人體 有三大的一個熱量的來源 一個叫澱粉類 一個叫做脂肪 一個叫蛋白質 它有一定的比例 澱粉類大概55% 脂肪的話大概30% 最後蛋白質大概15% 可是 生酮飲食 我們講說防彈咖啡 他們的理論就是 因為我們後來發現 我們人體老化 代謝老化 最常見是那些 碳水化物代謝老化 所以就變成糖尿病 他們就乾脆 不要吃澱粉類的食物 它可以降到5%到10% 幾乎是一個叫做 沒有澱粉 完全不吃澱粉 然後我們有兩種減肥 一個生酮飲食 就用油脂 用油脂把它拉高到將近8成 所以你的咖啡裡面 事實上是加一些油脂類的 椰子油 對 他們把它油 他們主要的熱量來源是來自 那因為你不燃燒澱粉 就會產生一些銅體 油脂脂肪酸開始燃燒 就產生生銅體 會產生銅體 銅體 銅體是 人生想太多了 對 那就會很快 因為我們講說人體你不吃 我們講有一天你去森林 迷路了 沒有吃東西 它會先燃燒什麼 燃燒你的乾糖 乾糖大概會有一兩天的儲存你的熱量 那完之後就開始燃燒你的脂肪酸 對 所以他們就完全讓你完全沒有任何澱粉進去 所以就開始生那個我們講說生銅 完全燃燒你的脂肪 其實這個在醫學界 我們都是用來治療那些頑固形的癲癇的兒童 就很多癲癇那種你用一些藥物控制不好的時候 就會用生銅飲食 這是一個飲食治療一個方式 可是被某一些人用來做減重的一個方式 那這個長期下來會有很多的問題的 包括我們一些感障 我們血管內體 其實很多生銅飲食到最後 一個是很難執行 它大概三個月之後 大概你要再會頭昏 食慾不振 脫水 然後整個營養失衡 整個皮膚變得很糟糕 甚至有些 我在美國曾經有一個案例 就是這樣生銅飲食 然後生銅飲食完之後 他體重就突然驟降 哇 他好高興 可是很難持續吧 又開始又吃回來 又負胖 又負瘦 負胖 負胖 又繼續 最後六次完之後 他心肌梗塞死亡 他們後來發現 這個產生一些 我們的血管 它產生一些發炎因子 這個是一個美國發表的一個案例 很多這一類的 我們講說之前有一個 日本的一個斷堂教父 童山秀樹 後來也死於心肌梗塞 可是所有的那一套 其實現在生銅飲食 什麼那一套在排行榜還是逼命的 那些塗子 塗生 因為效果太好 所以他瘦得很具體 是不是 但是所有的醫師都告訴你們 這個就是短期 而且要有醫師在監控之下 會比較安全 最好三個月就停掉 不然你很容易 我們講長期的一些副作用 有可能會有生命危險的 之前有聽過就是用 膠帶減肥法 就是很奇怪 它是一個 把我嘴巴封起來不能擠 我講 它是一個膠帶 它可能是 對 纏在關節 日本的那種膠帶貼紙 然後它就是纏在你的手指 腳趾 就十隻都纏起來這樣子 說是刺激什麼越瘦 它會刺激你的瘦道 然後會讓你越吃越熟 為什麼 他剛剛有什麼減肥瘦道 沒有啊 沒有 對啊 減肥瘦道 頂多你纏起來 活動比較不好 不想吃東西而已 把手綁起來 跟瘦一點關係都沒有 只是讓你不光線吃東西而已 那綁起來就好了 對啊 把手綁起來 妳自己有做過 妳自己有做過嗎 我覺得有效欸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這樣做 然後一個禮拜我就大概瘦了一兩公斤 像我今天蠻瘦的喔 然後就一兩公斤 可是我有一個朋友他就沒有用 大家知道這個叫做你的一個精神提示 其實之前有一個紫色的手環 就是說你情緒不好的時候 你就掛一個紫色的手環 隨時提醒自己 那這個又不會影響到你的腦袋刮 為什麼它會 的確情緒就改善 當你掛一個東西 這個叫精神的一個提示或暗示 你就會說我要減重 我不要吃太多 我要減重 這是一個 絕對不是一個生理的一個變化 而是你的 這叫 其實我們講說心理的一個東西 會影響到你身體的一個習慣 所以妳說妳肥胖就是一個習慣病 我覺得這個有道理 對啊 尤其要為什麼要十個指頭都貼你知道嗎 因為妳才看得到 啊 啊 很明顯 對啊 不准拿 因為都貼就看得到了 可是像中醫之前不是 剛剛講那個 基典 我聽說我聽說有用 第一次實驗 超瘋狂減肥怪招 可能讓你沒命啊 我比較誇張是 喝 補水吃羊大便 這些東西 羊大便 好好講 吃完羊大便 反而好像用 3 好 之前有傳的就是高晉的 沒用 像中醫之前不是 但是剛剛講那個雞點 耳朵裡面有一個雞 雞 雞 雞二的雞 哈囉 我聽說有用 抑制食慾 對 在耳朵這邊 真的有嗎 我們有一個點叫雞點 一個叫咳點 所以如果那種很喜歡吃東西 很喜歡喝飲料 就幫他們看一下雞咳點 兩個點一起 我如果我把雞咳都貼住 我就不雞咳了 我就不雞咳了 對 但是我覺得他心理暗示的層面 還是偏高一些 又是心理暗示 等於畢竟一個耳穴 一個耳豆你去按的話 他全身的作用沒有那麼大 而且他按起來都會酸酸的 所以醫生都會跟你說 你如果肚子餓的時候就按一下 按一下就知道說 我又餓了我不該吃東西 就停下了 跟你纏手指頭一樣的道理 都是心理 心理層面比較好 又是個暗示的感受 又是個暗示的感受 來 小子 對啊 像我同時 我是從國中開始減肥 就聽說有一個很有名 你知道嗎 那個醫生一次看10個病人 他說請問站開 你們要買哪裡 買來都可以瘦 都可以瘦 就全身買那種 阿歐巴上心態 就全部都買買買買買買 你看一下 現在有嗎 還是有 我覺得還是很晃 妳算胖嗎 小子 如果以正常的女性的話 應該算是重 算重啊 對啊 所以妳身高多少 168 168 體重超過50幾對不對 對 有沒有60 66 接近 營養師算不算過重 其實他如果 我看到他他肌肉應該是算多 所以他如果體脂不是那麼高的話 其實他算是標準 他算標準 對 因為如果用BMI來算的話 他的這個範圍是在正常的BMI範圍 不過我們講說還是要看體脂 看有沒有超過30 依他的年紀去算 我們剛剛講的其實減肥這件事情 我們都講其實營養學 都要跟心理學結合在一起 因為其實我們吃東西 眼睛要滿足 心理要滿足 胃也要滿足 那我們通常往往其實胃已經飽了 可是眼睛跟心理不滿足 所以很多人就是壓力大 他會靠藉由吃的方式來做一個釋壓 妳真了解我 真的很講 其實所有人都是 因為像我們學營養學的 我們都發現 其實只要你管得住你的嘴 基本上你就能夠管理好你的體重 那我們就講說這件事情是最難做到的 妳看妳嘴 怎麼可能管得住 妳看看 妳看 妳還是舔舌頭 妳看看 管我的嘴 嘴管不住了 我跟你講我們就基本上 聽這些東西 其實我是最直接 我班上太多這種 各式各樣的 這一陣子比較誇張是 喝苦水吃羊大便 這些東西 羊大便 好好講 就像你會有一些宗教信仰一樣 你心裡面有個主 你自然就不會走偏 有人會告訴你說 那個師傅很棒 那個師傅他畫了一道湖水 那個湖水你只要是照他的時間 這樣喝的時候 譬如說他要在中午11點鐘以前 一定要喝 然後晚上6點鐘以前一定要喝 然後這個時間你就不會 而且他給他喝 是像喝一公升的那種水 我就覺得 我們覺得這樣喝得飽 然後裡面是就是他燒過的東西 他在裡面 呼呼呼呼 呼呼呼 他就中午就是不餓了 他真的瘦了 真的瘦了 沒有瘦啊 怎麼可能瘦 楊大便是什麼 楊大便是他要 真的楊大便嗎 真的楊大便 而且是要到宜蘭去 要到宜蘭去 你叫楊大便 因為那個楊吃那邊的草 是比較好酸好水的草是營養的 然後他那個吃完楊大便回來 他是要用酸梅粉沾 他是用一個有點像我們 拿楊大便沾酸梅粉 對 我們以為大家是吃 那個叫什麼山楂 那山楂 大家說 給我吃一個 給我吃一個 每個人拿一個放錢 含半天奇怪 因為味道不太一樣 我跟你說 他配了楊大便 配了酸梅粉之後 你還真吃不出來那是楊大便 會有點酸酸渣渣 你不知道吞下去 問他說這是什麼 他才告訴你 老師 那是我媽說 所以減肥一個有用的楊大便 哎呦 沒有那麼難 沒有那麼難吃 因為他沾了三梅粉 所以你吃過大便 我吃了一顆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真的會瘦嗎 就沒瘦啊 也是沒有瘦下來 所以我說其實我在我班上看到 這樣的方式特別的多 他們想減肥人都在想說 吃什麼會減肥 其實應該是不要吃什麼 對 還是對 他們想吃什麼吃什麼 這個還不錯啊 更誇張的 來 沈醫師 之前有流傳一個就是 大家會吃饒蟲卵 就吃進去 他的運用途是什麼 他吃進去因為他其實他的 他的卵本身 他不會被胃移生 請問一下 饒蟲去哪裡找 屁股裡面嗎 屁股 這個我就不想 去外面好像是他們 這個方式我就沒有去 認真去找他們什麼去的 森吃饒蟲 讓牠自己生長 牠可以買蟲卵 牠可以買蟲卵 蟲卵 吃牠在裡面就會長大囉 對 因為牠其實牠的卵 牠本身牠不會被胃移破壞 所以牠會到進入我們的腸胃道裡面 然後牠在裡面長大 牠主要就是吃我們腸胃道裡面的東西 但是牠會真的會減重 為什麼 因為牠會佔據我們腸胃的空間 所以你會有保足感 但是牠會有個問題 大家想說牠吃吃吃 終究一定牠會排出來 但是有時候你就養得過大了 過大的時候 牠會吃出你的腸胃道 就會有胃出血 會腸胃道破裂 所以其實就有生命危險 但是這是一個偏方 所以是東南亞那邊流傳回來 非常多人會用這種刀器的時候 好幾年前這種東西非常的盛行 但是是很不健康的收拾方式 我覺得還是 殘子都好了 網路很多偏方 到底哪些有用 其實亂減重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還是詢問專業的醫師 建議會比較好一點 第三個 情報箱 第三個 不怕打開還是老丑 不會啊 老丑有摩體是不是 膠袋 哇 又是吃的 有白飯 少了香蕉 還有豆椒 我跟你講這三樣東西 盡量吃 醫生說這是減重力氣 剛喝完了咖啡現在就要吃飯了 對 盡量吃再來飯吃吧 白飯 對 白飯 減重不就要減量 但你要注意這個澱粉是 掌握吃飯順序關鍵 幫你健康瘦下來 就肚子餓的時候先喝湯 喝完之後吃一些葉菜類的 其實已經吃得快飽到 喝湯 吃菜肉 對 這個快已經快飽了 然後再吃什麼 吃蛋白質 豆魚 肉 蛋白類 都已經快吃飽了 穿鍋 其實很容易體重就下降 而且很健康 金牌大間諜 醫生說這是減重力氣 剛喝完了咖啡現在就要吃飯了 對 盡量吃再來飯吃吧 白飯 對 白飯 減重不就要減量 但你要注意 這個澱粉是冷的 這冷的 它不是熱的飯 我們應該是說 營養均衡 那營養均衡的話 第一個是我們講說 澱粉會產生脂肪 但是你完全不吃澱粉的話 其實我剛剛講就類似 兩個一個叫 這兩個副作用都一大堆 老蟲那個就更慘了 我們要一個均衡飲食 但是腫熱量不要超過 你年輕的時候可能吃一碗飯 你到了40歲之後 可能吃個八分飽 我們老祖宗早就告訴我們這些 那要吃什麼樣的澱粉 倒不是白米飯 冷的會 我們講升糖慢一點的 升糖指數不要太快 冷飯會比熱飯好 粗糙的澱粉會比精緻的澱粉好 比如說我們吃糙米 五穀米 十穀米 會比我們的精緻白米好 改變吃飯的順序 這一招還滿好用的 我們叫吃菜配飯 什麼叫吃菜配飯 這次我們在為叫糖尿病病患 都是這樣 你先喝湯 你的肚子餓的時候先喝湯 喝完就吃一些葉菜類的 那其實已經吃得快飽到 喝湯吃菜之後 對 這個快已經快爆了 然後再吃什麼 吃蛋白質 豆魚肉蛋奶類 豆魚肉蛋奶類 對 然後豆魚肉蛋奶類 這蛋白質 這變口訣就滿好 對 豆魚肉蛋奶類 你就已經快吃飽了 然後再 八兩口飯 你是倒過來吃 你的澱粉是不是量就整個就降低了 你這樣倒過來吃 我先吃水果行不行 可以 都可以 我剛剛講就那個順序 大致是這樣子 你倒過來啦 對 就澱粉給它放在 而且澱粉 就大概八個兩口 這樣子你的澱粉指示上 因為我們隨時隨時都會吃到澱粉 吃麵條也是吃澱粉 我們吃個那個什麼吐司 吃個什麼到處都是吃澱粉 所以我們每次跟病人講說要 減少澱粉減少澱粉 他們都搞不清楚 其實你把順序 用餐的順序倒過來 吃菜配飯 其實很容易體重就下降 而且很健康 對 妳是不是倒過來吃 沒有啊 要不然我的機制什麼那些 應該都很低啊 如果 我們這邊有誰倒過來吃的 我欸 唉唷 好餓 年輕人 好餓 發達了你們年輕人 我們台灣有希望 有時候飯要配湯 這樣很好吃 因為吃東西它有一個順序在 湯泡飯 對不對 那個Jeffery 我飯一定要很多欸 唉唷 他就吃不好吃 我不是 其實傑佛瑞傑先生 我並不是問你說吃多少飯 我是問你今天來幹嘛 你跟我們今天主題一點關係 對啊 我太瘦了 你太瘦了 可是瘦體脂不一定是 剛剛不是有講瘦部 對 有講瘦部間的體脂低喔 對啊 可能我體脂很高 來 再請連醫師告訴我們 這個減重的神器是豆漿 你身體的那個 肌肉組織跟脂肪組織 其實是一個 就是一個 就是你多我少 你少我多 其實講實在話就是這樣子 所以當你的那個 肌肉組織變多的時候 中外面連呼吸你都會瘦 因為它就是在代謝 那蛋白質基本上來講 我是建議喝減糖的 因為糖少一點 那蛋白 豆漿 豆漿的那個蛋白質比例很高 所以他喝了以後 很容易有飽足感 那為什麼之前聽說他的 他的 黃豆 對 但是當然 所有東西都是過油不及 這種東西本來也會轉女性荷爾蒙 所以也不能太多 我建議一天五百CC 一天五百 對 別當水喝了 當然 一天喝一千五兩千的就有問題 你會胖 芭樂這怎麼說呢 芭樂的話其實它就是水果 那因為水果 沒什麼異味的我都知道它是水果 我們建議要吃比較低糖分的水果 你講前三名 番茄 番茄 番茄是熱量低 芭樂 再來一個 再來一個熱量比較低的 蘋果相對熱量也不是那麼高 蘋果 蘋果很甜 但是它整體來說 因為它果膠纖維含量是高 所以它算 我們用拳頭來算 就是一顆這樣子的拳頭的熱量 低於60卡 都算相對是熱量低的水果 像葡萄鳳梨 像現在鳳梨改良很甜 這種都是屬於比較高熱量的水果 很多人都以為說我要減肥吃 少一點的飯或者是肉 多吃蔬菜水果 但事實上這個是會引起 可能血糖或者是熱量過高的一個問題 有人都以為說我要減肥吃 少一點的飯或者是肉 多吃蔬菜水果 但事實上這個是會引起 可能血糖或者是熱量過高的一個問題 幹什麼 這球進來幹嘛 為了你的健康著想 要多運動 我要站上去是不是 你要把球吃掉 Circus 除了飲食之外呢 剛才林醫師也提到了 要增加一定的肌肉量 要搭配濕度的運動 今天介紹一個東西 大家應該很多人都知道 其實是一個深蹲的動作 那因為我需要牆壁 所以我可能需要誠哥的背後借我一下 對 你的背盒要借我一下 對 那就當誠哥是個牆壁 我們就通常我的動作是這樣子 我們會把腰背後這樣靠著 因為我們其實 假如說以孕婦來講 我們其實懷孕後期的時候 我們會有駝背的現象 因為肚子比較腫 所以我們會往前傾 所以其實靠著這個球 其實我們會有個挺胸的動作 會減輕我們腰部的一些負擔 兩隻腳與肩同寬 然後我們手打直 然後就慢慢的吸氣 然後慢慢往下蹲 蹲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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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 但其實不用蹲到很低 其實膝蓋大概 超過腳一點點就可以了 45度就可以了 對 大概這樣的深度 然後再Hold住 大概10秒 Hold10秒 就5到10秒 其實你就會覺得你腳在抖 你腳就在抖 你就會慢慢起來 可是其實在懷孕過程中 其實不用很勉強 如果這樣反覆做 我大概會做5到10次左右 這樣反覆做 其實在蹲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其實這是在練我們大腿的肌肉 還有我們的臀腺 所以現在其實我已經生產過後 我其實在家裡面 還是會做這個動作 有時候在家裡 不見得會用到這個球 但是針對假如說 腰有受傷或 其實這是可以 你用這個也可以做女生的動作 對 可是因為其實你用這個的話 其實會要有一個伸展的動作 懷孕的時候會有這個動作 對 你會有這個往後癢 就是把這個 你讓你脊椎稍微開一點點 然後還往下蹲 還可以順便帶到 就是我們女生常做的凱格爾運動 我們在蹲的時候 其實兩邊臀部可以夾緊 然後再往下蹲的時候 其實就是把屁股縮起來 然後就是一樣Hold住這個10秒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訓練我們的凱格爾運動 其實長期這樣做下來 其實會有助女生就是 以後比較不會容易鬆弛 所以我降到就會很好生對不對 對 應該還不錯 聽說333不是嗎 一個禮拜運動3次 每次成功1分3 現在更新了 大概就是每週7天至少要5天 要5天了 現在很多週禮拜 有沒有 現在已經改到5天了 那一次至少要30分鐘 今天隨便來做一點好不好 好 歡迎佩洛迪 來 好 來 我們今天要做其實很簡單 心肺是非常重要 我們常常跟學生們講 心肺不OK 我是說真的 心肺 心肺 心肺不OK 你做什麼都不OK 好不好 先燃燒一下你自己的脂肪 我教你怎麼樣帶一些心肺工作 好 很簡單 這個時候其實老師們 醫師們也可以站起來 一起動一動好不好 那前座也前座 對 鴻醫師 我很想看看你跳起來 是什麼感覺的 對 鴻醫師 把那些膝蓋抬起來 超過肚臍 一腳四個這樣好不好 超過肚臍 對 超過肚臍 你跟著我一起超過去 手往內這樣會不會 這樣會不會 這樣會是不是 好 那我們跟著節拍 來 五 六 七 Here we go And 1 2 3 4 5 C 換腳再來 2 2 3 4 豪哥 還是錯 Here we go 心肺功能很重要 換腳再來 OK 請你跟我這樣做 跟我這樣做 跑 跑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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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持你的心肺再一次 給我跑 跑 跳 跑 跑 跳 跑 跑 跳 然後放輕鬆 準備跑 跑 跳 最後一個動作 呼吸 吐氣跟著我做 And 2 個 2 個 很好 2 個 Let it go 讓它走 讓它走 讓它慢慢走 余 老師 妳同手同腳 兩個 兩個 剛才的第一個動作 記不記得 第一個動作 忘記了 誠哥 第一個動作 先敗 剛才的 不是他媽跳 第二個 第一個動作 And 1 2 3 4 & 5 & C 膝蓋超過肚臍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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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有 紅毛插 紅毛插 輕鬆一點 膝蓋抬起來 穩住 好 最後一個了 好 準備放鬆 OK 放鬆 手放鬆 給我 放鬆 好 有沒有感覺 有沒有Pew 有 有Pew 有Pew對不對 有Pew 很有Pew 這就是很簡單 無料的漏視 你的體脂 對 沒有錯 你的攸關生命的素質 趕快擺脫你的油脂 很好 我用這個方法享受好健康 耶 好 好 太好了 非常好 只要用這個方法 我相信 就可以健康好享受了 可以的 謝謝大家 今天收看 別忘了每個禮拜禮拜五的 晚上決定時間 收聽中天 中午台 三級頻道 收看我們的精華大見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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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